6月10日,位于山东济南的一座体重约2600吨的百年老建筑,原天主教方济圣母传教修女会院,坐上10辆大型液压平板拖车平移76米,整个过程持续82分钟。 据了解,该修女会院是进线但重要史记及代表性建筑,2013年12月20日,确定为济南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它建于1893年,到现在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就是它整个的结构是一个三层的砖木结构,墙是砖墙,楼盖是木楼盖。 它建筑物的外轮廓尺寸长是36米,宽是15米,建筑面积是1700平方米,重量是2600吨。 整个的建筑物呢,它现在由于这个规划的要求呢,它需要向东平移50米,然后呢,转一个20度的角度,然后呢,再向北的方向平一个26米,到达它现在的一个规划位置。 当年上午,记者在修女会员评议现场看到,众多工作人员仔细地操作着精密仪器,十辆拖车串联起来,480个车轮共同发力,最终用182分钟,将修女会员顺利评议到新的位置。 山东建大工程鉴定加固研究院设计所所长夏丰敏告诉记者,本次评议对人员的操控及车让的性能要求很高。 一位的距离不是很远,但是呢,它一位的步骤比较多,要抬升,因为原先的那个高度比较矮,经常会出现雨水倒灌的这种情况。 这种拖车一位的方式呢,要实现这种一位的动作,相对呢比较简单,由于要把建筑物放在车辆上面,所以说呢,它对我们整个的托盘结构啊,一直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车辆的性能要求啊,操控要求啊,都是比较高的。 夏丰敏说,虽然此次采用建筑物拖车平移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修女会员进行平移保护,但该建筑历经百年,老化风化较为严重。 因此他们在前期除了对拖盘结构,车辆性能等方面进行了精密测算,还对整个修女会员的外墙和内部进行了加工处理,以防止平移过程中出现崩塌等情况。 就相对咱现在的建筑来说呢,它的整体性啊,牢固性呢,还是差一些,所以说呢,对于它地面以上的这些墙体,我们在里面给它抹了一层高标号的水泥沙浆,来对它来进行了一定的补强和修复。 它那个传立的时候比较均匀,怕把这个门窗洞口呢给它损坏,所以说呢给它做了一些临时性的支撑。 据了解,修女会员平易到位后将对其进行系统性的修缮和装饰复原,让老洋楼焕发新生机,更好地展现济南文化的独特魅力。